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來玩夜鴨 夜鴨在今天中午週開放 那我這集就來講講新手 第一天必須知道的是 還有兩組禮包碼 像認證啊職業的推薦 所以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會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好首先講到禮包碼 禮包碼其實我目前只知道兩組 你們如果有知道更多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那在設定的帳號登錄對換券 這邊就可以輸入這一組 這是第一組 再來第二組是這一組 那我也會提供在底下留言字頂 給大家複製貼上 再來就是我目前是在 Asia 01 East 103 Knight的這個伺服器 我原本在101 結果發現只要斷線 要排隊排到死 所以我就來比較新的103 但是我沒有要開公會 所以沒有要大家來跟我一起玩 如果你不知道選哪裡 再來這邊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安裝遊戲之後 他會強制要你安裝這個 手機認證的APP 就照著他的指示去安裝 那有人用這個有遇到一些問題 那網路上有人說這個google的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不行就換另外一個試試看 那我自己是用官方推薦的這個 這兩個我自己都有在用 再來就是我畫面的左上角 有這個實況主贊助碼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官網的3個S這裡 這邊有實況主贊助 就是你如果課金了之後 他會額外給你這個Seed 那Seed就可以給喜歡的實況主贊助了 那實況主收到這個贊助 就可以獲到一些收益 那這個也是不勉強啦 大家有課金 不知道給誰就可以送給我喔 在贊助者這邊 就可以按贊助 然後輸入我的贊助碼 這樣我就可以收到一些東西 好首先先來講職業喔 我現在也不想登出我怕要排隊喔 所以我從這個畫面 來跟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是戰士 戰士能轉職的是 先鋒者跟毛兵 雙手劍跟毛 這兩個職業都非常的強 毛的話呢 是PVE非常的強 練功非常好用 那PVP方面呢 他可以幫隊友加一對BUFF 也可以給對手一些Debuff 然後技能的話是有範圍傷害的 所以這一隻在練功跟組隊練功上 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雙手劍的話呢 其實是PVP非常的強 畢竟他有暈眩技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近戰在一開始 比較摸不到怪 所以可能會練得比較稍微慢一點 那我是建議啦 你有課金的預算來講 這兩個職業都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那我自己是目前還無課 但是我也是玩雙手劍 其實友愛比較重要 而且這兩個職業都很強 所以蠻推薦的 再來劍士的話呢 這個在我目前查到的資料來講 劍士比較難練一點 尤其是盾牌兵 盾牌兵是當坦的 你可能一開始練功就會比較慢 所以無課來講 無課奈米克我都不太建議 那雙劍 雙劍也是一樣 雙劍其實PVP很強 但是是需要一些高等的技能的 課長如果想打架 玩雙劍也是不錯的 但是無課玩起來可能就比較有無力 可能要有朋友一起練才會比較好 像我們這種沒朋友單人玩家 劍士感覺就比較難練一點 再來就是獵人 拿弓的 那他轉職的話呢 有弓箭手跟惡霸 弓箭手非常非常推薦 無課奈米克 有課沒課 你都可以玩弓箭手 一開始搶怪就快 練功就快 那在後期其實也是蠻強的 不想思考 無腦就是選弓箭手 惡霸短箭的話呢 短箭就是比較不推薦無課 也是PVP比較強勢的角色 但是體質就會比較軟 再來我們看到巫師 巫師有兩個路線 一個是法師 拿手杖的 這個也是不推薦無課去玩的 而且聽說強度比較低一點 可能也是需要課金 那另外一個魔法棒的話就是奶媽 奶媽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去玩 但是呢 奶媽如果一個人練 會練得很滿 因為他的攻擊力很低 你如果一個人單練的話 建議有朋友一起練 會比較好 但奶媽 一定是以後很搶手的一個角色 吃王啊打架 奶媽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是推薦 伍克奈米克 去玩弓箭手 或者是 矛 矛在團體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雙手劍的話 很多人是說建議要課點金 但是我自己是無課 目前玩起來 第一天 還行 解任務也不會到太慢 反而其他職業就比較需要課金 那奶媽也可以 但是要有朋友會比較好 或者是要有愛才撐得下去 接著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武器造型 也就是其他遊戲裡面的變身 變身的話呢 這邊都是加傷害的 基本上都是跟傷害相關的 白、綠、藍、紫、金、紅 再來我們看到座騎 座騎加的反而是攻速跟施展速度喔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座騎比較重要的喔 所以如果在造型跟座騎中間 你要選一個去抽 去課金 建議 是先去抽你的座騎 攻速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邊還有加到一些防禦喔 然後你之前有預先註冊的話 他會發給你的信箱 會有序號 那我自己好像沒有預先登錄到 所以就少了一個座騎 如果跟我一樣沒有事前登錄到的人 可以去跟人家要要看序號 如果你有多的序號 也可以跟我講 我也非常的需要 那滑翔翼的話呢 是一開始帳號信箱就會送你一個綠色的滑翔翼 那這個是加經驗值的 那其他的獲取來源 我目前是還不知道 但這個加經驗值的也是非常重要 大家要注意喔 這個一個帳號只能領取一次 你如果換到其他伺服器 就不能再領取 原本是這個白的 再來的話呢 設定方面 建議大家去功能的 鏡頭這邊 把鏡頭晃動 調到0 這樣才不會打怪整個畫面就在晃動 再來就是 在打怪的時候 鏡頭也會移來移去的 建議大家左下角的這個鏡頭按鈕喔 把它調到M 這樣人物就會一直置中 他就不會一直移來移去 再來的話呢 左上角的放大鏡 這邊可以找到所有的NPC 那必須買的是什麼呢 你缺洪水要買洪水 再來就是突擊靈藥 這個加攻擊速度 可以讓你練得更快 所以這個一定要買 一定要下拉常駐 再來就是必勝靈藥 這個也蠻重要的 只是這個比較貴 一開始其實也先不用 等到你覺得打怪慢慢有miss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喝了 然後這個是順捲 如果沒有玩過相關的遊戲 可以再跟你們解釋一次 順捲 就是可以順到隨機的位置 不管你要找王 還是找人打架 或者是找怪 找練功點 這個都蠻重要的 或者是被打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逃跑 那據點返回捲軸 就是回到村莊 所以突擊靈藥跟必勝靈藥兩個 一定要買起來常駐 然後放在你的快捷鍵 快捷鍵放置的話跟技能一樣 找到這個圖案 按下去 就可以把東西放下來 那一樣在這個模式下 再點一次就可以解除 再來料理 像我力量型的是選牛排 這個新手的時候會送你很多 你就選相對應的屬性 那這個沒有了之後 要去哪裡買 要去公會商人這邊 這邊的話 現在還沒做解鎖 他是說要有料理特性 所以大家要趕快加入一個公會 之後可能會開放特性之後才能買 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加入公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堅持加1%跟生命力 然後之後升等上去 還會加的更多 所以大家記得要趕快找一個公會 會做加入 再來的話 技能商人這邊 這邊也非常重要 找到技能商人之後 很多技能都可以用錢來買 那金幣買的話 學過的技能 也可以再買一次 再買一次 然後背包使用之後 技能就會升等 能力就會變強 那轉值的部分 三思等之後就可以轉值 順著解主線就會獲得 順著解主線 他也會慢慢給你綠裝 綠武 那在變身跟做起都會給你綠的 然後綠裝要不要做強化 我會再觀察一下 安定值寫在這邊 裝備安定值是5 武器安定值是7 然後信念傳承這邊 三思等開始 升等他會給你這個點數去做加點 我就點力量嘛 那要小心點 因為重置的話還要耗這個素材 再來就是禮包方面 他會一直跳這個限時禮包啦 那我目前還是無課 但是呢 他這個限時禮包 我可能會課個幾百塊 畢竟這邊CP值算是還蠻高的吧 所以這邊我有可能會課一下 這款我可能會休閒玩玩 但是課金有遇到一個問題 買卡都會失敗 刷卡 他要你驗證剛才扣款的台幣金額 但是我都收不到扣款的簡訊 所以課金的話 可能要用這個手機帳單去課 可能會比較容易成功 感覺第一天問題還一大堆 那左邊這邊通行證 感覺CP值也還不錯 然後這遊戲課金是有 像這個作息保底跟武器保底 那要記得這二三階段是要 各買兩包 所以這邊是150美 各兩包是300美 300美再加1200鑽 等於你這樣一路課下來 大概要一萬塊 可以拿到紙作息 或者是紙便 至少是有保底啦 但我目前還沒有課金的衝動 那目前為止我是覺得 這一款玩到現在 畫質是超級高啦 但是福利方面呢 福利比起 ROM跟 COC 熱血殺戮 這兩款來講 福利目前看不出來啦 福利部分 右上角的活動這邊 達到一些指定的任務條件 他是會送抽數給你的 但是你必須要達到 那像ROM跟COC的話呢 是一開始就會送你蠻多抽的 所以體感上 其他兩款比較佛心一點 那這一款 後面 抽變身啊 做起好不好中 或者是後面的抽數 會不會送的比較多 目前不知道 可能要再玩玩看 但是呢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這一款的畫質 真的是相當的高啦 手機或者是電腦不太好 可能就是要把畫質調低一點 所以我是會推薦大家 玩這一款玩玩看啦 畫面真的是蠻漂亮的 可是這種全3D的 對我來說反而 會玩不久 不知道為什麼 我比較喜歡那種 俯飾的 像之前天堂W啊 ROMCOC那種視角 這個比較像 奧丁的那種畫面 就看個人的喜好啦 那今天 玩了幾個小時 體驗下來的 一點點心得 提供給大家 希望各位大家有一點幫助 那過陣子有一款 COC熱血殺戮 那一款我是絕對會玩的 大家有興趣 到時候也可以來跟我一起玩那一款 那大家如果更多的序號 更多的發現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有更多的心得 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啦 感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